對著鏡頭 幾眉弄眼 捏捏臉頰 另一張與同學合照 俏皮吐舌頭 給真滴印象 活潑開朗的陳同學 就讀文化大學三年級 北上讀書外宿 在校表現正常 14號晚間遭不良分子強壓上車 差點被爐走 是昨天FB就有人在講說 才看到 是自己同學嗎 是自己同學嗎 難免被 難免會那個 事發隔天向學校請假 同班同學都很關心 由於他沒有不良記錄 不曉得怎麼會捲入遷讀案 公民啊 大家都有聽到 同時還有很多同學在這裡 對啊 但是只有我們去救 但是其他學生就在旁邊吧 有去拉他 可是要去拉他的時候 人家拿西瓜刀出來怎麼去拉他 對啊 後面那個人 常常就出來就拿一個西瓜刀 實在太恐怖 路人一瞬間 竟然想懶 都懶不了 這裡是我們大學生創下課必經的 美食街距離學校主建屋 只有幾步之遙 校外美食街也是學生套房聚集地 掳人事件後瀰漫不尋常的氣氛 同一條街上一年半之內 發生兩起社會案件 除了學生遭掳案 還有前年12月 房東遭僑生殺害命案 第一時間收到教育部下案的通知的時候 然後也知道同學的名字跟 同學的名字跟戲級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的輔導教官就已經 立刻跟家長聯繫 一連兩起案件 在校生很擔心 由於文大位在陽明山 平時就有觀光客 如今又有不良分子強行押走學生 校園安全恐怕已經亮起紅燈 至於柳市委張若瑜 台北報導